时间过得非常快 不知不觉又来到了2021年的年尾了 在这一年间有许多优秀的新人团体出道 同时又有许多女团宣布解散 随着视频我们就来聊一聊 在2021年间宣布解散的女团们 首先我们先来到2021年4月29日 签订女团Ice One就结束了长达两年半的团体活动 从2018年10月Produce 8成团以来 Ice One的每一首回归歌曲都非常的好听 他们出道曲Lawie & Rose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只用了短短的10天就拿下了首歌打歌节目一位 最后Ice One每次回归的歌曲都非常的抢眼 活力MV加上洗脑的旋律 让我们一首接一首的听上瘾 在这两年半期间 Ice One也经历了不小的风雨 其中让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Polio 48的造假事件 因为这起事件 Ice One的专辑发行一度展颜 也取消了多个综艺节目的录制 所幸经过商议之后 Ice One可以继续活动 他们之后发布的每一首歌曲都可谓是神曲啊 直到一天是 Ice One的每次回归都拿下了至少三个打歌节目的一位 而在两年半的活动期间 Ice One一共拿下了26次打歌节目一位 在Ice One结束之后 成员们都回到了各自的公司展开发展 包括了全能飞和朝鲁里都以solo歌手身份出道 江卫元则以演员身份出道 出演了剧集 被不良少年盯上三 而西卫张元英和暗于真者与女团Ive出道 我们频道之前就做过关于Ive的视频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看看 而Ive在出道仅仅一收就通过出道曲Eleven 拿下了打歌节目的首歌一位 绝对是一个叙事待发的大使女团 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2021年5月22日 我相信在那段期间绝对是Bazis最亚裔 最生气最难过的一段时期 有着超高人气 无论是颜值或者是实力 都是非常顶尖的GFran 在毫无预警之下就宣布了解散的消息 虽然这严谣最后都有留下手写信 算是有跟粉丝好好地告别 但是还是觉得有一点点不甘心 毕竟我们才在Margot看到小女友的成长与蜕变 还在期待她们后续的发展 可惜就没有后来了 小女友是在2015年1月16日通过歌曲Graspy出道 小女友最知名的就是整齐画一的刀群舞 在节目Idle Room当中并列一排的舞蹈跳战 更是让人惊叹不已 2016年更是小女友爆发了一年 她们通过歌曲Rough一局拿下了15个打歌节目一位 最后推出歌曲Navidera也拿下了14座打歌节目的一位 2020年一向走清新路线的小女友开启了灰系列 走更为成熟的路线 她们的回归主打Crossfruit Apple和Margot都有着语往不同的风格 在活动了6年又4个月期间 小女友一共拿下了71座打歌节目一位 同时也拿下了妈妈和MMA的最佳表演组合 绝对是小公司的奇迹 在团典解散之后 成员们也陆续开启了自己演艺之路的新篇章 索怨和瑞玲以演员身份出道 运诸者与Contest Reader签约 应该会与solo歌手出道 而迎合姓菲和炎智 则将与全新三人女团VVG出道 紧接着我们来到了2021年10月16日 以清新甜美风格打开市民度的LoveLit 在出道7年之后也正式拉下帷幕 宣布解散 团体当中只有Baby Soul一人留在公司 其他人都选择不续约 LoveLit是在2014年出道 是无林娱乐推出的第一支偶像女子团体 他们是大师男团Infinite的师妹团 所以一经出道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 LoveLit也推出了多少让人耳熟能强的歌曲 包括了Acho,Destiny 我相信有ZCAP的朋友他们歌曲肯定不陌生 在2019年LoveLit就出演了Quindom 一向来就比较可爱清新路线的她们 在这里也尝试了转型 所以比较强势Girl Crush的路线 虽然当时网友说她们是强迫转型 但在2020年她们也以强烈的风格 推出了歌曲Olivet 这歌曲却获得了不错评价 可惜的是那时也是LoveLit的最后一次回归了 最后我们来到了2021年12月5日 限定女团The Nine合约到期 说起The Nine我们就要来一段回忆 满满的前奏 The Nine是通过爱奇艺选秀节目 《青春幽宁2》而成立的九人女子组合 也是淘鲜当中唯一一组诞生的女团 淘鲜系列的男团就有我们熟悉的 9%、U9以及XFORM 在这短短一年半中 The Nine也带给我们多首非常洗脑的歌曲 当中就包括了 此外我们也看到了The Nine出现在大大小小的活动与节目中 除了他们自己的团中非日常派对 也包括了我们之前解说的爆裂舞台 在爆裂舞台当中我们就看到了安琪和陆克兰更多的舞台表现 Shaking谢可言也在节目《我就是演员》当中展现了他的演戏实力 The Nine在活动期间也经历了不少的风波 当中就包括了成员预言 多次被节目删净尽头 以及多次缺席组合的舞台表演 此外成员赵小棠也因为在节目中的发言 引起了不小的争议等等等等 The Nine因为成员们过硬的实力已经超高颜值 从一出道就获得了不小的关注 而我们日后也期待成员们更多的发展 除了以上提到的女团 2014年出道的Very Good也在经历了人员变动之后 在2021年5月宣布解散 此外韩国女团Solia在出道仅仅5天就宣布了解散 当时也引起了不小的争议 好了以上就是在2021年宣布解散的女团 而当中你最不舍的又是哪一组女团呢 欢迎在底下留言 好了我们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咯 拜拜